這是一款太空放置遊戲,在SFIN上是免費的 他叫我們用左劍來攻擊 暗空白劍也可以 一定要這樣按著嗎?感覺好麻煩 QE QE 這是調西部設定的地方 這遊戲沒有雲端存檔還要自己 還要自己手動存檔 他沒有自動發射嗎? 那如果要掛的話不就要卡按鍵?卡礦牌鍵? 這個遊戲已經自動存檔了 升級 加EAP ESB 不是太麻煩了,他沒有自動射擊的選項嗎? 是 是 是 有啊 自動射擊 自動射擊會沒有聲音 但是這樣很方便 我現在攻擊力 6傷害 這就是一個 掛機的遊戲 不夠SP 這邊花AP 然後 貨物車裡面花SP 其實也挺有趣的嘛 這個 也算是小品遊戲 如果你真的閒著沒事的話就 看著這個飛機 讓電腦閒置著 回來以後你就發現你的戰機 慢慢的有所成長 而且你不用去動它 不用在電腦前面掛 沒關係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在自動射擊沒有出來之前 你的那個什麼你的飛機 必須要手動去按 他到底有沒有自動帽的存檔 除了剛剛那個自動存檔有跳一下出來以外 後面我就沒有看到他在跳了 有啊這個設定我沒有改 我還是強迫他幫我存檔一次好了 我是覺得這種遊戲 還蠻適合那種 不喜歡 不喜歡太廢精神 太廢體力的 那種人玩 你如果覺得 當下你很無聊 是不是 然後 想要找點事情做 但是又不知道做些什麼好 做一些 玩一些很大型的3A遊戲 覺得很傷神 很費勁很費力 對不對 人年紀大了 想要找點事情做 又不想要去做那一種 會讓自己加速疲勞的事情 有的時候就是需要這些 看起來無關緊要 然後不痛不癢的小遊戲來 讓你的生活 有一點潤滑的效果 是不是 這麼說 看著這個 那個飛機 他一邊幫你 攻擊底肌 然後一邊 讓自己成長茁壯 好像 對自己的心靈 又有那麼一點點 治癒的效果 儘管 這遊戲的可玩性 也許不是那麼的高 但是你莫名其妙的 就是會一直 看著這個飛機 然後 一直不斷的 那個強大下去 對不對 然後如果你的手又有空的話 就幫忙按一下 按一下他的升級選項 這邊 這邊我要升級什麼 R跟L 這有什麼差別 點一個看看 他多了一個 那個小砲台來幫你打 好像DPS 高了這麼一點點 但是好像 似乎又沒什麼 多大的改變 增加 我覺得 直接加強自己的傷害 好像比較實際一點 我們現在上AP嘛 不點牌不點 那放著也是讓他省省而已 再點 不知道這個可以升級多久 現在不知不覺已經來到第17層 我掛著掛著我等級 也一直拚命的上升 結果我的SP都沒有耗到 這邊我不知道我要 我要買什麼 升級一個選項而已 然後就把那個 SP幾乎全化光了 平均分配了 也可以喔是不是 他說有音樂選項但是我怎麼沒有聽到他的音樂 說真的 秀年月日這個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是告訴你現在玩多久嗎 他沒有自動幫我儲存耶好奇怪 我都沒有看到自動儲存的選項後面再跳出來 掛到了21層 好吧 那這個遊戲我們只是出錢的試玩跟展示 我們 掛到我的等級升到25 25差不多吧 我是覺得現在練等級有點慢 再繼續下去好像也是拖時間 不知道有沒有可以那個讓經驗值飄快一點的那個升級 升級項目 但是ический啦 我一定快 می捐 稀釀做人 但我喜歡 這到底可以升到幾級 要24級了 25級就停了 升級了25級了 好吧這只是一個很小很小 很微型的那個免費小遊戲 是放置類型的 那Bling Sophie就只是一個單機 看著自己的飛機慢慢的成長 就如我先前所說的 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遊戲 好吧 就展示到這邊了 這個後續也沒什麼好講的 就看著這個飛機然後幫他的組件慢慢的升級而已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拜拜